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过去情人节 中国人哪知道什么叫情人节不知道 这个节日中国人过了有20年吗 美国人也不过 突然后来变成一个非常隆重的节日 美国人不过 打句招呼 像笑话一样 最近不是有一个光棍节吗 我估计20年以后光棍节也特热闹 甭说光棍节了 出去的都不是光棍 对 二奶节也随着情人节诞生了 那就几月几号 二月十三号 情人节的前一天 二奶节 你知道最近二奶有事 所以我真的 我是觉得过春节了 我倒是真想想咱中国人传统的价值 对我来说 其实春节比情人节重要 因为就意味着回家 一个新的年开始 没错 回家 我那天也挺有点心酸 我不是去趟台湾 然后一个礼拜 我用的是香港的手机 然后我一回到北京 我爸爸的电话来了 怎么找不着你 打电话 找不着你 我说怎么了 他就跟我讲 他说他上个星期 他那天晚上睡觉 他梦见我死了 老人家不爱说这个字眼 梦见我说 我梦见你走了 梦见你去了 周围人都在笑话 说你儿子死了 他就说我就不行 他说我就想起 其实我爸爸一提醒我 我就想起 去年的时候 也是春节前后 我也有过一次 人有的时候 就晚上做梦 梦见 这个爸爸不好了 然后你第二天 就得打个电话 去问一问 我跟我爸爸说 这梦都是一种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是吧 担心什么 担心 会变成梦 而且跟令尊大人介绍一位 叫弗洛伊德的老冯先生 他说的 根据梦梦解析 所有的梦都是相反的 自己的梦到你死 我爸不走那杀父取母的路 弗洛伊德 但是我说这种感受 就是让我尤其特别难以理解 就现在的一些家庭关系 你比如最近的新闻 是说 你咱前一阵就知道 有个女儿 十几岁 执着不休 告他老爸 他爸是个干部 这女儿到北京来上中纪委 告他爸包二奶 告一告 告不休 在网上成立反包二奶网站 这下他告的是谁 说他爸包的二奶 跟他爸是表兄妹关系 他爸的等于表妹 就是他的姨 然后实际上是这个女的受不了 到法院去告他 去告他之后 现在法院判这个女孩 管制 叫管制两年 刑法中最轻的一个处罚 但是这女孩不服 这女孩 他爸就让他要求让他道歉 说你必须在媒体上说 你爸没有包二奶 他说我就不说 而且你就是 他有这个女儿 他说的一些话 我想跟你们介绍介绍 那么对不对 有意思 你看他 他怎么能这么恨他父亲 他的亲妈支持他 然后他就说 他爸的表妹 是我的仇人 但是他起诉我背后有人 这个人就是我爸 你看他 他恨他爸 然后说 看到他爸包的这个二奶 对 他说 无赖人家 包的二奶 在法庭上 两个人互相翻白眼 那个人冲他兔兔吗 他也冲他兔兔吗 在法庭上 就被制止 而且现在你看 人家问他 记者问他 他说 我不会向我爸低头认输 那证明我心虚 我不怕他 我也不道歉 我爸在我眼里 现在纯粹是个小丑 我不会把他放在眼里 什么的 你在说是什么 他曾经说过 狗男女 肩父淫妇 你就这种话 骂他爸爸 这个 我刚才一下想起 贾宝玉有一回爱打 贾正打他 那个家母拦着 他就说 你们是不是要等他 到了有一天 有是君是父 中国人 中国人这个语言 特别严谨 上 杀下叫杀 下杀上叫是 犯腻的 犯腻的 就是等级观 那么这个 你像这个孩子 我觉得 因为我不是特了解 这个情况 但是我看到一个 就是有一段视频 就是当时他爹 就说了两个字 说韩 就说这个 我就特别受震撼 我就想起 人类的道德的形成 它跟血缘亲情 有巨大的关系 反血缘关系 是一个 首先对道德的一个挑战 这个事情 我觉得全社会 全社会 就站在道德 这条线上 肯定是不齿的 要是他爸 真的包了二奶 伦牧尚他说 我觉得这个事 跟我们的文化背景有关 你看 有一个例子 非常著名的一个例子 这是日本二战以后 日本的经济腾飞的时候 也是小公司 家庭公司 很多 当时有严重的 透露税现象 当时日本就出了一个反案 就是谁举报 谁获奖 然后就出现了 大量的夫妻相向 兄弟反目 就是举报 举报有钱 然后一个日本议员 就迅速提出了一个议案 他就说 我们国家为此多收的税收 是不是能抵得住一个道德 一个民族的道德沦丧 他提的非常的高 这个想得深了 然后日本迅速就通过一个法案 就是说 这种举报一律无假 从那以后顿时就没人举了 就不举了 那么他就从道德这个层面上 迅速的遏制了一个民族 道德恶化的一个征兆 他就用行政手段 给你灭了 我们今天不是这个 我们的文化中的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比如大一灭亲 这是我们的文化的一个内容 为什么这个女孩能肆无忌惮呢 她肯定受这种潜在的文化内容的支持 我印象当中 咱中国人倒不会干这事 我印象当中 好像外国人会弄那事 你比如说那时代周刊封面的几个 就是比如说本单位的 就是说我的公司做了假药 中国不是有那个打假医生吗 我的公司在做假药 我举报他 那照您的意思 道德上成立不成立 那是另外一回事 他首先我们现在前提是一个亲亲关系 血缘 伦理 我们刚才说大一灭亲也是一个伦理关系 就是所谓大一灭亲指的都是亲属之间的举报 非亲属没有这事 看见父亲杀人了 报不报案 应该报 应该报 但是在法律上的很多很多西方的法律 对这个也是有一定的限度限定的 就是你有的国家的西方的法律是你窝脏不算窝脏 你亲亲的窝脏不算窝脏 对就是你比如说我知道我的一个某一个亲人犯罪 我不去举报 你不算犯罪 但是别人可不行 我觉得全世界都一样 刚才那个女孩的例子比较极端 我也没有比较极端 我完全没有听清楚 但是她的社会效果特别坏 她的父亲是真有那个行为 还是没有行为 她父亲是单身 还是有父之父 但是我觉得女儿跟父亲之间的关系 这里边可能有那么一点点 我自己是一个女儿 所以我可以知道她有一种某种心态 并不完全是邪恶 你觉得是不是有点占有欲的 我记得我自己 我今天在这想起我自己18岁的时候 因为我的父亲长得非常漂亮 非常英俊 在上海滩不能前十吧 应该前五十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在青春期 我记得她 我去看她的来信 我经常想有欲望 并且我说我实施了 比如看她的来信 等等这些东西 我去我父亲写日记 我想方设法 想看到她的日记 我今天想起来 是为了我保护我的母亲 还有也有一部分 我自己想知道的原因 还我跟我父亲之间的关系 这个所谓的恋父情结 我不否认 一定有 进入到人心中那些阴暗的角落 父亲是一个英俊的父亲 什么样的父亲 我觉得你跟女儿之间 这就是 女儿是父亲的情人 有这一部分的东西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这事挺值得聊 腔腔三三行 腔腔三三行 广告之后见 太启动了 马先生您也是做父亲的 您什么感受 我觉得我们社会 这个道德水准的下降 应该引起全社会的一个高度重视 你像这种事 我先不探讨 他父亲是不是宝尔来 轮不上他霸张旗鼓的去说 他可以像比如低调的 像妇联反应 什么这个不是不可以的 但是这样的 就是完全是反道德的 这种会有一个示范效应 我想这种事出了以后 会有第二个事出现 这个家庭内部 已经有杀父亲的了 对 有那样的 原来是 那真是处密 特别大意不道 把人累罪了 不过刚才马先生的感想 让我想起一句话 就是这个有个前两天我们做节目 有个摄影记者叫赵铁林 他专门拍那个底层那些小姐们的照片 他去的那些小姐们生存的家乡 他说一句话 我似懂非懂 但觉得很严重 他说你只有去过这些卖淫女 他的那个农村的家里 你就会发现 就说中国底基层农村 某些农村崩溃的这个速度多么惊人 他说什么崩溃呢 他说在传统这个宗法社会的这个违纪力量 破了败之后 人呢 没了绳子 没了紧箍咒了 就是在道德上陷入一片真空状态 就干什么是丢人 干什么是不丢人 乱了 你知道对于乡村来说 过去几千年 他有一些相归民约的东西 但是这些现在市场经济就全乱了 你知道现在人们就四处乱钻 如果彻底没了 人就又沦为了动物 就是这样 就恍如动物 就他们的生存状态 动物比如说在性行为上 动物是没有羞耻感的 你看不看他无所谓 现在很多就是 就说的这种 赵铁林那个拍过的东西 我看过 那很多小姐 你随便拍干什么 他没有感觉 这就是所谓的 对 他就不光是崩溃 他就没这意识了 没错 我是想从赵铁林这个话 想到哪 就是说如果我这个 把它扩大化的话 我就在担心 就说咱们现在说道德水平特别低 这种道德水平特别低 咱平常就是看贪官 看什么外围的东西 有没有可能 他早晚会影响到最基本的细胞 家庭伦理之间 如果都互不信任了 或者是这 那这个就相当危险了 所以我看到报道上就说 说现在农村说 不虐待老人已经成美德了 不虐待 就说家里不去闹 这个矛盾已经算不错的了 不要再指望赡养老人 说现在小姑娘找对象的标准 是有车有房 父母双亡 对啊我们上海不是办了一个上海国际服装节 你知道开除两个模特 为什么呢 他们对着电视镜头海选的时候 你问他为什么来参加本次的大赛的目的 我相信他们说了实话 结果这俩人被开除了 过去我们说为了世界和平 为了红阳 他们就对着镜头就说 我就想得个十名以内能够加大款 对着镜头说 所以这两个厦门的选手给开除了吗 你知道前阵子这个也是比较轰动上海滩的 他就对着镜头我就想加个大款 加个好人家 吃穿不愁了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想法还没到达那个崩溃的边缘 就是他的还是有价值观 他这个价值观 我觉得在今天商品社会中也无可厚非 他有这个人往高处走 水往低处流 但是你道德的一个 就道德底线的一个最下面这个前提 是你不能严重的伤害别人 血迁 对 你是你父亲 你怎么这不能想象的事 我也有这么一女儿 我不是韩心 我杀人的心都有了 这个但是啊 所以我就觉得现在的你说这个家庭 我有时候觉得呢 实际上这个父亲呢 对于孩子的这种影响 是挺复杂 其实有时候失败的父亲 所以说你还别光说这女孩不像话 这女孩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养不教父之过 也不能完全怪他父亲 但是事实上 过去三字经有这么句话吗 养不教父之过 我就记得你比如说这个 那个有一个人叫萨易德嘛 一个知识分子已经去世了 他就讲 从小他在他父亲眼中 他父亲像一个大理石雕像一样 胸脯挺的背直 然后他父亲呢 永远说他软淡 身体不好 永远都是这样 踢球 你看你跟个女孩一样 然后最后你这 他会变成一个什么样 我觉得跟我有点像 他变成一个什么呢 他从小不敢正视别人的眼睛 自卑到这个程度 不敢正视 尤其在父亲面前会发抖 还是他父亲交给他一个招 说你就看人的鼻子 然后这个萨易德呢 就是说我终其一生 我直到后来在大学讲堂上讲课 我都把眼镜摘了 高度近视吗 模糊一团 看不见学生们的视线 我才敢讲课 直到今天这个感受跟我一样 直到今天看到电视上的我 或者看到我自己写的文章发表出来 那种无比难堪的感觉 我也有 还有吗 我也不爱看我的电视节目 为什么 就是因为特别的难堪 这种 当然我爸爸是非常优秀的父亲 这个 我就是说父亲对孩子可以影响到这种程度 我们过去文化就是这样 就是一代一代都要往下传 过去中国没有教育 没有学堂 没有这个 只有私塾 私塾是很少人能上的 也没有教育 那么主要教育途径都是家庭教育 社会教育 我们今天三大教育体系 最重要的是学校教育 过去是没有的 只有家庭和社会 社会是一个唯利是图的 哪个好使用哪个 家庭不是这样 过去家庭教育 你要长大成人怎么样 你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都是父母要教的 过去很多没文化的 妇女能很好的教育子女 是你现代的人不能想象的 没有文化 他是从人格上去教育你 我记得好像是梁启超 六岁的时候丢失了 然后家里也不找 不是不找找不着 然后第二天早上回来了 回来以后 他母亲就说 我儿是男儿 男儿当自强 我们今天有一个母亲 这孩子丢一宿 回来说这话 肯定回来抱头痛哭 自个儿先晕过去 说你妈都打脸低了 肯定是这样 对不对 他那个是完全 他非常镇静告诉你 后来从那 这人就不一样了 状态就不一样了 我想起了岳飞的母亲 对 咱们去点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们再解剖一下弗洛伊德英俊的父亲 弗洛伊德没有我父亲英俊 我认为任何留胡子的男士 在我眼里就不可能是英俊 我前两天看到一句话 是上一届 在上一届 获得诺贝尔提名 但是后来没有得奖的 一个匈牙利的作家 他说他说人的经验 其实在二十 作为一个作家的经验 是在二十岁以前都要完成的 就是说你所有的生活的履历 你得到的心灵的教化 二十岁以后就是呆着 就是消化这些东西 那么二十岁以前 我们主要的这些经历 都来自于什么 我们不可能去跑遍世界各个角落 来自于家庭的成分很重 可能我们今天 今天每一个成年人 我们现在之所以有这样的性格 你有这样的性格 有这样的口才 这样的畸形表现力 都是因为跟你童年 那个压抑的可能是比较委屈的 童年有关 我也跟我的童年有关 我童年一定有我压抑的那个部分 来自我的家庭 我今天回想是这样的 所以有时候我会 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 我会表现的比 我的其他的童年人 表现的过于的成熟 有的方面又相当的比较幼稚 你刚才说到萨伊德 我想到萨伊德 萨伊德在世的时候 经常被人骂 说他的书里边充满的是 小国沙文主义 东方沙文主义 经常有人这么骂 是不是跟他 他表现的交往过正 跟他小时候父亲 对他的这种压抑 所以你说这个到引出 咱这里边真正是父亲 是马先生 马先生我不知道 你看你那儿子 那家伙现在感觉新兴人类 你在跟他的关系当中 有没有挫折感 我觉得还好 我从他特小 我比较注意 我觉得适当的压抑感是必要的 必须让他有压抑感 如果没有 不可能全释放 全释放 他就没法管了 他一定要有一定的压抑感 但是不要彻底的压抑 你要让他有释放的机会 但是压抑实际上某一种 换一个词叫压力 你是一个情绪的压力 不就变成压抑了吗 所以你一定要让他有这种挫折感 我们的孩子现在很大程度上是缺乏这种挫折感 我跟儿子还算好 有一段时间 大概有两年 大概14到16那时候比较激烈 因为男孩子那时候都反叛 都很正常 非常正常 你怎么办 我就是也冲突 就非常冲突 也剑拔弩张 也恨不得动手 因为我小时候就让我爹动手 我爹打我 当然现在不提倡打孩子 但是我觉得适度的武力 是最有效的方法 你对你儿子也施展过适度的武力 他不记恨这事 我也跟他探讨过 是吗 当然手下留情了 知道轻重了 我就记得小时候 我爸爸其实是个心很软的人 打我们总是雷声打 有点小 我打了 全都是这样 嘴里字字有声 但是他打的地方 打酸筋 酸半天 但是我跟你讲 就这么一件小事 其实是父亲一辈子的痛 到老了 现在就开始 我又觉得小时候干的有些个事 实在是 说不过去 忏悔对父亲 父亲有时候就会跟我说 他都你想他都能记得 我不该在那年春节打你 我不该在哪一年打你哥哥 你说这个人到老了 他会记得这样的详细 那你身上有任何的反抗精神吗 因为这种小时候的 没什么 只有逃跑精神 没有反抗精神 但是我是觉得 这个小时候 你成长的这个 这个整个环境 实际上你会越来越多的发现 你像父亲 你岁数越增长 你越来越发现 你像父亲 比如说 我觉得我父亲就多少 有点强迫症的倾向 他必须干活 而且干活是那种 特别就是要完美无限 就是螺丝恨不能都给你拧披了 就说这事一点都不能出疲了 我觉得 我现在越来越多的表现出这点 死磕 还有一个就是人的年龄增长 我们一般算每十年为一段 你每个十年的 你的世界观都会发生一些变化 对事物的认知都会有程度上不同 像你说的那说 这个女儿能够跟父亲的关系 搞到这种程度 就是说这不跟动物 说连动物都不如吗 过去说虎毒不狮子 不过这个里边也很神秘 现在我看到有一些纪录片 也开始谈到 比如说有些星星 在某种情况下 会有狮子的行为 你知道这大自然的那种残酷性 就是在某些物种 会吃掉自己的孩子 它要 它是为了其他的很好的生存 为了就跟斯巴达似的 会弄掉自己的孩子 用同种之间的 这种激烈竞争 所以说我就不由得想起 人家说 咱这道德要再这么崩解下去 就是虎狼世界 就现在在江湖上混 是丛林规则 我觉得已经是个动物园了 我们当下 问题出在 那个女孩跟她爹 没有这样一个严酷的环境 过去皇子之间是争的 为什么权力太大 一旦到手 那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这事 咱老祖宗有先例 他可能他也在 跟那个女的一起 在争一件事 虽然不是权力 他争的是爱 真的是爱弗洛伊德 我还是 你那个 是 你还别说真有点像 他跟那个